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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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也派官员到现场视察 驾客机聚位之后断成几折 机场方面将飞机残骸搬离跑道 分别用帆布盖住 而出事的现场已经清理驼动 早上黄田机场其他多班客机如常接载乘客 以及在机场升降 虽然深圳黄田机场昨晚发生墜机意外 但机场方面很快就已经解封 和航空公司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 游客说由于机场封闭了个几钟头 很多的乘客要在后机室里面滞留 机场内外也多了保安人员戒备 遇事的死伤者就送到附近四间医院 医院方面也都明显加派了保安人员 有遇事的死伤者家属 更加射出打探亲人的下落 黎先生说 乡下在贵州的太太 昨晚带了个九岁大的女儿 从重庆乘飞机到深圳 她已经找了几间医院 但都没有结果 我现在都没有那个名字 都不知道怎么样 我现在去鸭州机场查查 也没有那个名单 亚洲电视记者蔡志军在深圳报导 今次罪机意外 离难者包括了十几个泰国人 有关航机罪位之后救援的情况 由郑健生报导 出事之后 隔下机断开三折 铲鞋布满一地 救护人员忘决抢救伤者 深圳市政府外事办说 机上载住74人 包括65个乘客和9个机员 目前知道 最少有35人离难 35人受伤 其中9人伤势严重 死亡一共有35人 其中乘客有33人 机主人员2名 然后在医院的还有35 但是5人 留意三员中已知有太子乘客三名 台湾乘客和香港乘客各一名 出事的是南方航空公司 编号CZ-3456的波音737客机 昨晚9点半左右 由重庆飞底深圳 市政府说 航空机准备降落的时候 在半空中出事 飞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了 但是这个失事的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 这个飞机失事 它是在这个就是 黄金机场倒落的时候 在机场上失事的 而外电报导 驾客机因为雷雨又要转飞 但是降落的时候高度出现错误 而有目击者见到当时火光红红 你看到飞机落在这边起河 燃很大 但是我们在屋面落很大的雨 都听到几秒五号的脚 被爆炸的声音里 所以燃烧 燃烧很大的河 可能相当于 大约有三四公尺的火源 南方航空公司 深圳市和广东省 已经成立空难船后 临时指挥小组 统筹船后的工作 小组也派人到医院探望伤者 亚洲电视记者 静健生报道 今次是深圳黄田机场 九二年底啟用以来 首次发生的严重空难 中国当局曾经形容 黄田机场有最先进的仪器 并且可以舒缓 香港啟德机场的压力 刘慧文报道 深圳黄田机场 在九二年底正式投入服务 还放希望可以分担 香港啟德机场的压力 不过黄田机场的吞吐量 到现在已经饱和 当局较早前已斥支 十亿人民币确建 今年底员工 预计到2005年 可以处理1200万旅客人次 中国在过去十年 发生至少15次空难 但由九二年六月起 一年半内发生八次空难 而在九三年 也发生十次劫机事件 引起国际航空旅客协会的关注 在九二年二月发表评估报告 将中国列为全世界最危险的航空旅客区 不到四个月 即是九四年六月六号 就发生中国民航史上最严重的空难 一架西北航空公司客机在西安发生爆炸坠毁 造成160人死亡 其中三个是香港人 九个是外国人 亚洲电视记者梁慧文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发表声明 慧问死难者家属 并且说会全力协助中国调查失事的原因 美国航空当局在上年 曾经指波音737客机的 美陀水平系统有问题 但波音公司在全球检查 同类型飞机之后说 没有收到有问题的报告 今次空难之后 美国波音公司发声明 慧问死难者家属 并且表示会协助中国当局调查 一班专家随时后命出发去中国 不过在现阶段 他们拒绝揣测失事的原因 中国现在有超过250架波音客机 超过六成是737机种 其中南方航空公司有35架 而出事的深圳南方航空公司 就有4架737-300客机 在91年和94年 美国奔夕凡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 有两架737客机在降落的时候聚毁 调查之后仍然不知道原因 美国交通安全运输局 上年8月发表报告 指737客机的尾陀水平系统有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管制局 其后下令检查这个机种飞机的尾陀系统 不过美国波音公司就说 全球的航空公司上年完成检查之后 没有发现有问题 近年也有多宗波音737客机的空难意外 在去年4月 前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座的军用专机 在克罗地压坠位 当时的天气恶劣 其他的新闻 卫生署证实再发现三个市民感染霍乱 本港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 总共发生五宗霍乱的病症 卫生署评认 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多宗霍乱属于小见 呼吁市民小心入食 李医庄报道 卫生署证实再有多三名市民 染上霍乱病 而到目前为止 今年总共有五宗这类病症 最新的个案 目前还在荃湾人制医院接受治疗 而其余两名市民 分别是一个76岁的伯伯 现在还在屯门医院留医 情况恶劣 而另一个43岁住在沙田的女人 就转送了去马加烈医院接受隔离 初步调查显示 五宗个案并没有关联 卫生署顾问医生默角恒说 本港在过去五年 每年都有大约20宗霍乱病 而霍乱病未必在夏天才出现 试过早在三月就有这样的病例 石棍的繁殖 其实不需要很高温度 可以繁殖到很快的了 只要那个环境是适当的 譬如说有水分 这只棍棍是特别需要严份的 所以有些严份的地方就更加容易增长 麦角恒又说由于霍乱是会引致激烈的土石 多数病人只需要补充足够的水分 同用抗生素治疗就会传誉 而另外近期的个案都是由于病人的家居卫生 以及处理食物的时候不清洁引起 他强调本港是有完善的医疗措施 相信霍乱也不会在本港蔓延 亚洲电视记者李宜庄报导 西贡银杉湾海滩 昨天发现有鲨鱼群的中织 今天去游泳的市民明显减少了很多 多个政府部门下午联合行动 在发现鲨鱼群的海面搜索 不过没有发现 由欧志良讲下 政府飞行服务队 在下午派出直升机读人线湾上空盘船 看看有没有鲨鱼的中影 水晶轮也在西贡海面巡逻 防沙网的承办商就派蛙人潜入水 加强检查防沙网 证实情况是正常 在沙滩当值的救生员 就不停用望远镜监视海面情况 以及在沙滩摆放告示牌 提醒市民加配小心 虽然多方面都留意 有没有鲨鱼的中影出现 不过在沙滩这里 就没有悬挂到鲨鱼旗 区局就说 因为没有足够证据有鲨鱼出现 但是水警来了之后 就没有真的发现有鲨鱼在这里 我们的泳滩救生员 也没有其他任何类似鲨鱼的东西发现 银线湾海滩下就已经没有泳客出现 但一些爱好组泳的人士 照早仍然到海滩游水 终游都去浮波外面 不过有泳客就说 不知有鲨鱼报告 我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你知道你还能下水 知道就不会下水 区局在西贡区核下的六个泳滩 已经全部装了防沙网 今年6月中 会有多十个区局的泳滩 加设防沙网 亚洲电视记者欧智良报道 中资机构中信宣布 将持有的7.74%香港电讯的股份 卖给另外一间中资光大集团 汇股12.6 总值大约114亿 受到这个消息和汇丰股价急升的影响 本港股市今天一度升破万四点水平 收市恒生指数部13,930 升了190点 创了历史的新高 成交178亿 也创了历尼最高的纪录 针对港台保钓人士计划 在今个月18号 登上钓鱼台岛宣示主权 日本运输大臣古鹤城宣布 海上保安厅将会加强 在钓鱼台岛四周的巡逻 但不会部署海上自卫队 另外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 要求日本政府制止 再有日本右翼分子登上钓鱼台岛 邱卫灵报道 新华社的文章批评 日本漠视史实 一再声称钓鱼台岛是日本固有领土 而且由去年开始 一直不阻止日本右翼分子登岛 以至发展到今个礼拜二 更加有第一个日本国会议员带头登岛 文章形容事态是严重的 而当日更加有日本外务省官员说 日本人进入日本领土是没问题的 文章指责日本政府 对日本右翼分子一而再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挑衅 抱支持和怂恿的态度 文章指日本政府对登岛事件 只是表示遗憾是不足够的 要求采取果断有效措施 情署登岛的人 消财因此产生的恶劣后果 和防止同类事情再发生 而文章最后送给登岛的日本右翼分子 一个戒指 而在本港 继续有团体到日本总领事馆示威 大约20个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代表 手持橫额 又喊口号 抗议日本国会议员登上钓鱼台岛 代表向领事馆职员递加抗议信之后离开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沙卡什维尼后日会到中国 在四日的访问期间 他会和中国政府和军方的领袖会面 参观军事的设施 并将国防大学演讲 今次是83年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层军官 北韩变截高官王强业作出惊人的披露 说北韩已经制成一枚原子弹 但南韩就认为王强业的言论可信性不高 孙少琴报道 南韩安全企划部部长权宁海 向国会情报委员会汇报的时候指出 王强业在接受盘问的时候透露 北韩在94年和美国达成协议 同意冻结核武计划 来换取两座轻水式反应堆之前 已经制成了一枚原子弹 但南韩就认为王强业未能提供确实的证据 加上他虽然是执政党元老 但并非直接处理军情机密 所以他的言论可信性不高 王强业在被盘问的时候又透露 北韩领袖金正日在92年 曾经计划向南韩发动闪电式空闸 但被负亲金日成 以国家经济疲弱为理由而否决 亚洲电视记者孙少琴报道 稍后回来我们会报道 两大在野党在台北立法院 联手提出倒连占内角动议 但被否决 林焕光否认公务员和特首董建华有争论 为什么叠叠都这么抢手 因为我会用麒麟龙香花生油 用麒麟 送菜鲜味就出了你 自然虾有好味 鱼就更加鲜味 要送菜好味抢手 你都找麒麟龙香花生油帮忙 妈妈还有没有 这位置全都看得很软 全港百多万人都撞了 撞人不如自己撞 看有线电视自己说了事 你要紙巾嘛 不是, 应该是用Tempo嘛 Tempo採用先进的欧洲科技製造 濕了比人坚韌多一百百度 坚韌柔软, 可求之选 TEMPO P&G 令你生活完美 陳先生 恭喜你得到一部分體式冷氣機 明天就送到你家 別走開 恭喜 沒有露台 又不得佔見 裝在哪裡 送冷氣 裝在窗口機位 美國開你的機靈星分體冷氣機 裝在窗口機位就行 世界冷氣第一家 開你做得到 恭喜你得到神秘巨獎 14天你的頭髮可以有甚麼轉變 可以更健康兩窄 潘廷Pro V洗髮路及護髮素 令髒髒的頭髮 在14天內見到改善 潘廷14天更新素 防止肝汗 維他命源B5 滲透髮根治發尖 14天內你的頭髮會有一個新開始 潘廷Pro V更加健康配添兩窄 試一下 潘廷保證14天內收發更兩窄 否則圓銀鳳環 買股票想賺錢看快步 快步財經服務精英 各位觀眾 吃雲大街小巷的潘廷XO醬 隆重登場 大老闆在他夜眉省畏 小職員說擔心無法輝 大公司大好形勢 小家庭七七一一 大丈夫說未導致出位 小婦人說請客究竟貴 吃飯煮菜一斤仔 小菜都變得九大貴 吃飲食食口味道 當如吃飯 看寶XO醬大小通吃 太奇靚粥 錢作怪 太奇百寶粥 八大優點 齊齊數 天然方便 解渴飽肚 滋潤有益 衛生十位 拉開罐蓋 見到優點 嘩 這樣就有獎 這樣就雙倍獎 這樣就送大獎 花大錢做靚粥 憑優點送大獎 太奇百寶粥 錢作怪 拉蓋大獎 總獎金五百萬 繼續新聞時間 在台北 兩大反對黨聯手 在立法院提出賭國動議 要求總統李登輝 撤換行政院長連戰 和全體內閣 但動議被否決 劉曉君報道 早上的立法院會議 集中在政務委員馬英九 突然辭職一試 大部份的立委認為 馬英九請辭 對連戰內閣 以及國民黨衝擊很大 聯戰院長 你的各員 各員一個一個走 你安心嗎 馬英九辭職事件 就像三顆巨顆的炸彈 炸掉了國民黨的希望 也說出了國民黨 以權摩斯真功為過的事實 馬英九說得好 而兩大反對黨 民進黨以及新黨 就聯手提出賭國動議 要求李登輝立即撤換行政院長連戰 以及其全體內閣 就台北近期的治安惡化負上責任 經過兩次的表決 動議最後以62票贊成 74票反對 1票棄權 反對黨以12票支差是落敗 連戰得以暫時保留行政院長一職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军報道 正在中國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嵐 正式接受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邀請 將會出席香港主權移交的典禮 另外德國總理科爾 到了香港訪問 徐偉琦報道 科爾照早先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會談 董建華向他保證中國會遵守承諾 確保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 維持港人現有生活方式 而他本人亦對香港未來充滿信心 他又解釋建議修訂公安及社團條例 是要維持香港的社會穩定 之後科爾到港督府和港督彭定康會面 科爾會在明天離開香港 在臨離開之前會會見在香港的德國商界 亞洲電視記者徐偉琦報道 公務員事務司林環光 否認公務員和行政長官董建華合作出現問題 他認為這些傳言不會影響公務員在過渡期的士氣 孔劍未報道 公務員事務司林環光 在出席消防員畢業典禮後表示 對於特首辦和公務員合作出現問題 他認為純屬揣測 也沒有收到過有公務員向他表示過工作上出現兩難 公務員來說 在基本法之下為特區服務支持特首是我們分內的事 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也不希望就在一些詮索性的報道評論 他又說有政黨提出來年削減公務員的問題值得斟酌 因為過去七年來公務員人數增長率低 但是港府的工作量就不斷增加 顯示政府運作是有效率的 亞洲電視記者洪潔美報道 報政司陳方安生今天出席立法局研究前入境署長梁美燕 離職事件委員會 他堅決拒絕公開有關梁美燕的兩份調查報告 陳方安生早早再次被傳召出席委員會的聆訊 會下委員會主席葉國謙 是不滿意港府堅持不肯交出兩份有關梁美燕的調查報告 決定發命令給陳方安生 必須在今個月12日之前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他不敢做的話即是藐視委員會 可能會交給律政署裁決 或者公開譴責陳方安生 警方拘捕一個懷疑破壞青馬大橋光纖和電纜的男子 稍後會落案起訴他 事件起因相信是勞資糾紛引起的 培清警區人員在上月18日接獲投訴之後 查問負責鋪設橋上消防系統 交通訊號和喬新結構監察系統的光纖和電纜的 二千多個工人 在上個月尾 將10個離職和2個現職消防工程工人 帶回警署調查 直到今天下午 正式拘捕其中一個工人 其餘11個仍然保釋後查 澳門新馬路一間有70年歷史的藥材店 凌晨發生火警 店內一個流宿的製藥師傅喪生 駐澳門記者聶國瑞報道 發生火警的現場在新馬路 碧山爺街銅線堂中藥局 現場是一棟有六七十年樓齡的三層高舊樓 火警發生在凌晨三點半左右 在地下大廳流宿的一個製藥師說 他發現後面的廚房首先起火 火勢隨即波及樓上兩層 而消防員破舊十幾分鐘之後 整棟樓已經燒通頂 由於懷疑在二樓流宿的一個六十多歲製藥師失蹤 消防員於是爬梯上二樓查看 經過兩個小時到早上七點在二樓走廊 消防員終於發現一具燒焦的屍體 相信是這個阿伯 死者是澳門僅存幾個精通研製中藥師傅 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聶葛瑞報道 國際方面 英國工黨新政府提出連串立法改革 主張自亂勢用重點 採取強硬措施撲滅罪行恢復法紀 另外首相貝利亞和到訪的愛爾蘭總理布魯頓 討論北外和平進程 阿日凡報道 貝利亞是唐寧街10號和愛爾蘭總理布魯頓 舉行會談 今次是他出任英國首相後 第一次接見愛宾 經過過幾小時會談後 布魯頓說 會議雖然沒有大突破 但貝利亞承諾會優先解決北外和平問題 而北外事務大臣毛美林重申 愛爾蘭共和軍要首先停火 他的政治組織新分黨 才可以參加下月舉行的北外多黨談判 另外打算搬入唐寧街11號 原財上官邸的貝利亞夫婦 被屋內揮之不去的雪茄臭味嚇倒 下令工人將全屋大事清洗 並裝設空